為甚麼我經常在Youtube錯過了MyRadio的直播節目? 我明明已經訂閱了Youtube MyRadio的頻道 當然啦!訂閱完MyRadio的YouTube頻道之後 你還需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選擇全部,那一有直播或新的節目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MyRadio在Youtube頻道的直播或新節目 還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我當然知道 交節目月費來支持MyRadio 現在除了經PayPal 還可以經PayMe轉數快或Patreon交月費 還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貫徹聲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這種做法基本上限制了那些申請入籍的言論自由 另外一個角度看 他變成不敢說話的,就算在台灣也 因為他 譬如說 他已經在台灣定居了 在台灣居留 還未正式拿到身份證 前面要有一段時間 四年加兩年,六年 他都不能夠暢所欲言 因為他會擔心我 到時我要入籍的時候 我要回大陸去註施個戶籍 那大陸一定會有紀錄 你在台灣說過些什麼 是不是 你挑用什麼 現在網上那些 你在Facebook 或者你在Twitter 你發表了些什麼 你也有機會出事 大陸回到去 現在大陸什麼 議員入籍隨時都是這樣的 那你就會令到這些 申請入籍的人 成王成孔 不敢說話的 還有 所謂陸佩也姐 就是說他一定是有親人在大陸 就算他嫁了來台灣 或者娶了台灣老婆 他成為台灣的大陸配偶 他拿了身份證 他都會回大陸探親 是不是 回大陸探親 隨時有機會被人抓 所以陸委會的說法就是 我們沒有硬式要求你做的 有些代辦機構可以幫你做的 但是大陸的 每一個地區的護政事務所 或者護政機關 他的要求都不一樣 是不是 有很多是一定要你回上去 他才會幫你搞的 要你親身去現場才行 所以說這些事情是很無謂的 這種解釋只是掩飾 是不是 他當然有些專案 有些個案 特殊個案 有些出名的大陸人 那些 什麼都可以 好像黃丹那些 什麼都可以 教書後可以 什麼都可以 看什麼人 是不是 吳議開戲 現在是立法院的 人權事務委會會被署長 是不是 在資金的 是不是 說人權的 這件事 吳議開戲 應該要去跟進 關切一下才行 OK 因為你那個是人權事務委會 立法院裡面的人權事務委會 是不是 我上次跟他喝茶吃飯的時候 就說這個香港 香港就是那個 在這裡移民的問題 他都表示關注 但是 因為他老人家是很忙的 他經常要出國搞人權外交 要有歐洲也去美國 到處去 上次貝洛西來這裡 他也有份促成 OK 那麼台灣 他是 都相當有影響力的人 是不是 但是其實他都很關心 香港那些移民的問題 他現在這一宗 負責這一宗 你立法院的人權事務委會 應該要跟進 是不是 是不是 究竟政府出了什麼問題 在這些相關法例裡面 是不是 等他送中 是不是 真的是 非常之好笑 真的 也可悲 是不是 尤其好像負責這些 在台灣你會叫做相當有名的 的文化人 已經在這裡 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的 是不是 喂 喂 可以出現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大家當沒有一件事 真的 最初還要消費 你看看大陸沒有民主 很危險 回去 很危險 你讓他回去 沒有人提他 沒有人幫他 既然你說有得著情 沒有人幫他的 是不是 我就不信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 大陸 配偶入籍台灣 有被送中的危險 民進黨的反一宗 但是移民法例 就依據一宗憲法 很好笑 他反的一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用那個憲法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宗憲法 所以你看台灣問題 你不是只看政治 但是由政治去衍生的那些荒謬的事情 就多到不得了 你回去是很危險的 任他就說 共產黨 這一節就要講 剛剛開完的G7 七大工業國 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共產黨看到之後當然不喜歡 這個G7的聯合聲明 這七個國家就是所謂已開發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 美國、德國、英國、加拿大、日本也是 這次的主辦國就是日本 所以在日本的廣島舉行 七大工業國 叫做G7 5月19日至21日 昨天結束了 我們看看他的聲明 聲明當然是 共產黨第一時間反彈 在G7舉行的時間 他不是在西安搞過中華峰會 那幾個五個小國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坦 幾個斯坦 他就跟習近平在那裏抵襲 做大佬 威勢 中 七國領袖發表的廣島願景聯合文件 我們看回那個具體的內容 那個是傳謠來的 那中國外交部就強烈反對 對於這個 這個峰會還有一個 大家關注的就是 這個習近平在那裏抵襲 在那個峰會的最後一天 應該不是最後一天 是星期六 20日那天 就飛去港島 就是延伸 那當然他 他又不是G7的成員 G7的成員就是 沒有你烏克蘭的 但是歐盟也是 非會員國的成員 他也是成員之一 非會員國 會員國就是那七個國家 那他去參加這個G7峰會 那當然引起很多關注 那他目的是什麼很清楚 會爭取奧援 就是大家支持這個烏克蘭 那我們看回那個 七大工業國集團 G7的領袖峰會 那個所謂聯合聲明 聯合文件 那主要的內容就是 中國發展核武缺乏透明 亦都表達對台海和平穩定 和新疆香港人權 事務的關注 這個主要的內容就是這樣 這樣共產黨就是著燈 立即反駁 人家的聲明 就不是很多東西 主要就是講這些東西 那這些其實 你用膝蓋都想到 那他不是說這些是說什麼呢 他這個會 到最後那個聯合文件 不是說這些是說什麼呢 請問 現在也是全世界最關心的 一個烏克蘭的戰局 一個就是台海 因為台灣現在 在現在 現在當下的國際形勢 它是變成一個非常 就是 像蔡英文所說的 這是一個關鍵詞 台灣已經變成一個關鍵詞 這個意思是說 台海和平 是成為國際間一個 極為關鍵的問題 除了它是一個第一島鏈 因為這個牽涉到整個 這個 就是 印太地區的 那個 戰略 地位和那個 安全的問題 所以台灣就成為這個 你可以從 台灣的那個 角度來看 台灣很穩陣的 你看 全世界都 要關心台灣 台灣就一定不可以有事 有事他們都有事 是吧 台灣現在 不是用世界看得見 和聽得見 台灣是會令到世界 很 alert 全世界 很緊張 你明白嗎 你不可以打仗 這裡 所以 就是民進黨 有此無空 現在就是 它除了說這些之外 最重要是一個 共產黨聽到 是很不適合的 就是經濟脅迫 中國 這個 所謂 經濟脅迫 於是 中國 就馬上反彈了 然後他們 在外交部的聲明裏 當然那些 沒有什麼新意的 講來講的 不過有一點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 人家七大工業國的聯合文件 就是講這些 然後他們把矛頭 他們反擊 然後矛頭就指向美國 是吧 中國外交部的回應就是 對G7峰會的 所謂 執意操弄 涉華議題 強烈不滿 這個執意 操弄 涉華 涉及中國的 議題 包括什麼呢 台海和平 OK 新疆 香港人權問題 是吧 大陸那個核武 是吧 就是中國那個核武的問題 是吧 還有就是經濟脅迫 全部都跟中國有關的 他這個講法 那個所謂執意操弄 當然這個是一個形容詞 是吧 但是真是那個 所謂G7那個聯合文件 就是全部講中國的大部分 是吧 是吧 事實是這樣 那你說他執意操弄 那這個是形容詞 OK 你是這樣形容 是吧 但是事實上是 裡面 聯合文件裡面 講到 跟中國有關的 是吧 那有這個台海和平 有這個核武的問題 有經濟脅迫 是吧 有香港 新疆的人權問題 是吧 那 當然是強烈反對 是吧 就是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是吧 那已經向這個 主辦峰會的日本 等相關國家提出 嚴正交涉 中國外交部 也都公佈 這個發言人 回應G7聲明 涉華議題的 就說 美國呢 就大抗 這個單邊制裁 脫歐斷鏈 斷鏈 才把經貿關係 才是把經貿關係 政治化武器化的 真正脅迫者 說到台海議題 那裏 在這個外交部 聲明裏面 又是說回那幾句 一個中國原則 是維護台海和平 穩定的定海神針 七國集團 口口聲聲 維護台海和平 絕口不提 反對台獨 人家的七大工業國 無緣無故說反對台獨 幹什麼 你真是強人所難 他關心台海的和平 是吧 就一定要說他反對台獨 是吧 你七大工業國 和美國的立場 都是一樣的 是吧 反對這個台海 就是 兩岸單方面 改變現狀 是吧 他關注台海和平 一定有這個 這樣的說法 是吧 那怎麼都要人家 反對台獨 大佬 那台獨 台什麼獨 台獨 是 偽議題 大佬 這個是 是吧 現在要選總統 賴清德都說了 是吧 不需要再 宣佈台獨 因為台灣已經獨立了 國名叫中華民國台灣 是吧 他還要加個台灣兩個字才拿命 是吧 所以呢 現在國民黨在選舉裡面 他會操弄一個議題 操弄 就是如果你選賴清德 台灣就打仗了 賴清德如果當選總統 台灣就打仗了 所以大家看到賴清德現在是很謹慎的 不講抗中保台 當然絕口不會說絕口不提台獨 連假的時候在立法院裡面 我是一個務實台獨工作者 這句話都不說 但是你 中國外交部 你怎麼要求人家去提反對台獨 和這個都沒有拉架 七國集團口口聲聲稱為戶台開和平 他絕口不提反對台獨 九五八 是你覺得他一定要提反對台獨 這樣才叫維護台獨和平 他沒有必要這麼說的 還有 在這些民主國家 他們的理念很簡單 台灣究竟是獨立 還是維持現在的所謂中華民國這種 這部憲法不動 比如中華民國 這個是台灣人民的自己的選擇 是不是 如果假設台灣 二千三百萬人民 可以通過公民投票 或者根據憲法規定的 那個變更 就是變更國體 或者改國號 他如果通過公投 但是成一個這樣的結果 又過到那個門檻的話 那你其他人 有什麼權說三道四的請問 是不是 台灣的老百姓 他虛行的現實就是 說不行啊 大哥 是不是 你如果公投台獨 制憲台獨 為什麼他真的打到來 那你就不會投了 就是這樣而已 是不是 所以這樣就嚇你了 其實英國首相蘇納克在記者會裡面 也有回應G7的聲明 其實現在英國的態度立場 也是跟美國一樣的 其實很簡單的 香港問題 你英國可以說一些 就是 共產黨認為 會歡迎你那些說話嗎 沒有可能的 大哥 香港今時今日變成這樣 是不是 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是玩完了 是不是 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不要說聯合聲明 基本法都撕毀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首相 就是回應G7的聯合文件 和北京外交部的聲明 是不是 他說這個聲明是要打擊 這個經濟脅迫行為 就說中國在全球安全和繁榮 構成時代的最大挑戰 你們這些人已經是後知後覺了 老實說這些是西方國家 如果不是你們後知後覺 不會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是不是 不是因為你們的後知後覺 不會搞到今時今日 中國可以大到這樣 說句難聽一點 可以惡到這樣 全部是因為你們後知後覺 是不是 這樣都好過不知不覺 現在知道 我們這個峰會 就自在打擊經濟脅迫行為 中國對全球的安全和安全 繁榮構成當今時代最大的挑戰 而且中國在國內外日益傾向專制 英國支持自己的盟友 完全是為了降低風險 不是想跟你北京脫勾 整個世局現在就是這樣 兩極對抗 不過另外一極 只有一個國家 你以為俄羅斯會站在你那邊 俄羅斯也想跟你平起平坐 我們拍好 不過現在不行 好 先休息一休